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晓得您到底领到了多少现金股息呢 领到了多少股票股利呢 这个大家可以算一下 今年如果有台积电的话 可以领到7块钱 这蛮多的 只有一张台积电股票可以领7000块现金 但是呢 这个股利是要磕税的 我们看到新闻有报道 10月26号行政院已经拍板定案了 就是新的股利税 要采取已案 那已案又有两种的计算方式 包括分离科税 或是说呢 是合并申报 那这个看起来很复杂 到底你的股利 要多少 适用哪个方案 这个今天我们要好好请端老师 来把我们诊断诊断 这还没有 行资还没有上路之前 我们就告诉听众朋友 你该怎么做了 这就是本节目 对您的贡献 今天请端老师来跟我讲一下 跟我们大家来讲一下 我也很想要知道 这个大概 我们领多少鼓励的 应该采取哪一个方案 会比较有利 因为刚刚端老师也跟我讲说 他看到有那个网路上面 有在媒体上面 有那些试算的资料 其实有些是错的 媒体登出来 白纸黑字是错的 那还得了 那不是 看的人都会被误导吗 所以我们今天好好请 端老师来 谈一下 这个鼓励 到底该怎么去计算 所得税的部分 那另外呢 上个礼拜没讲完的法说会 继续请段老师来跟我们谈 所以我们今天 周三段老师说财经的时间呢 我们就来谈 这两大部分的议题 那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昌文博士 段老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段老师你好 木华好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段老师我们一开始 来先继续上个礼拜 那个法说 这个法说上个礼拜 没有讲完 最后讲了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是是是 这个法说我们还是要看什么样的重点 其实法说会 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认为是说 他跟召开股东大会是 是同等级的非常重要这样 那其实如果我们用一般的 就是我们在学界里面 去看他的那个累积报酬的一个图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法说会会变成 就是木华上一周所所讲的说 会变成法会 其实是在上贵股票 为什么 上市比较不会 上市的比较不会 这为什么 这是到底有什么原因 对 那这个就 这个在 就是法说会出来的数据不好 是 这个法说的内容是比较偏向负面的 是上贵比较多 虽然我们是上礼拜有提到是从下个年度开始 上规就是规定说一定要召开一次的法说会 至少一次 那上市的话是三年至少一次 就是目前为止 那明年开始也是上市 就是一年至少要一次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观察到的之前的资料的话 就是上柜没有强制要召开 所以如果有召开的话 似乎都是票房毒药 所以我们 我把 是这样子 对对对 那如果我们把上柜跟上市的 把它分开来看 那我们用一个benchmark 就是benchmark 就是对应的基准的指数 就是上市的是用加权股价指数 那上柜的就是OTC的指数 对应它的报酬率去看的话 在105年度一直到106年度的10月份 就是就上个月为止 所有的法说会就是上市的 不管它是召开 一年召开几次 例如说台积电 它一年就召开四次了 那从一年 从大概到上个月底 大概可以召开法说会的上市上规公司 应该也快全部结束了 这个礼拜多 这礼拜21家 那我用就是观察105年度的上市 总共有2701笔 就是召开这个法说会的 上市柜加起来 上市的 那上柜的有1040笔 那把它用一个累积报酬的图形 把它画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市的 大概平平了 大概报酬率还不到累积的 就每天累积累积 也就是说他在宣告说 我要召开法说会前第25天开始 他的报酬率大概是0.01% 慢慢累积 慢慢累积 您说0.01%是每天的吗 还是这段时间 就是他比方说他前 第前25天 他可能那天的报酬率是0.01% 那第二天可能是负的0.01% 那这样把它累加起来 他还是正的 那所以我们要看这一个是 通常都会看说 他的讯息有没有外溢 那他的讯息有外溢的话 是好的话 照理讲应该在很多天前 他的异常报酬就会出来了 那如果 不会等到法说会那时候 那但是上柜的股票 一开始就是负的 从负 从第前 就是法说会前25天 他的累积的异常报酬 一直都在递减 所以可见那条线是往下走的 那可见每天的报酬率都是负的 负的一直到 就是召开法说会的那一天开始 他就辩证了 就是反转辩证 但是整体加总起来还是负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上柜公司 他召开法说会 对应那个所有的柜台的那个指数的报酬率 他的累积报酬全都是负的 从事件日 就是召开那个法说会的那天开始 往前面推25天 就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 但是上市的也不甚很好 上市的话 大概召开法说会的那一天的话 他大概报酬率还不到百分之零点二五 那大家会认为说反正他是正的 那正的话是不是他召开法说会就好了 我再把上市的 再把它拆成两类型的资料 那有木法你猜猜看看 哪一个会比较佳 那我把它拆成是上市电子的 对 再来是拆成上市半导体 那因为上柜都是负的 所以我们就不用砍了 那我们看正的部分 那上市电子的跟上市半导体的话 在法说会的那一天的话 他的报酬率虽然都是正的 那木槐应该很容易可以猜得到说 哪一个比较好 半导体比较好 对是没错 但半导体的话 召开法说会的那一天的话 他的报酬率大概是1.5%累计 你一定要在前面25天 你就要开始买了 有一%的报酬了 有一点五%的报酬率 还不错 这是 比一年定存好 上柜的上市的半导体资料 那总共大概一年半的资料 大概有443笔半导体 大概一年有时候他会召开四次 但是如果我们 我们说半导体这么好吗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宣告的效果 那当然在学界里面 时常看的就是盈余宣告 那要不然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 就是鼓励的宣告 那通常这两个 这两个通常都会在股东大会去宣告 没错 但是每一季他也会宣告EPS 对 那我把这些 把它全部放在一起 一个图形上看 那结果是最佳的 就是上市半导体的年报宣告日的那一天 它的报酬率是最高的 年报的 就当好刚好宣告宣告宣告的那一天 那通常 大概就是四月份的时候 对 但是这个日期都把它并为同一天就对了 也就是说我把所有的 所有的上市三贵公司 把它都把它移在第零天来看 那第零天都往他的宣告日的那一天 往前面25天来来看他的异常报酬 那因此 结果对应说 有很多人说 法术会有很多的报酬 他的那个波动性会比较大 有未必 不见得 其实是上贵半导体的年报宣告日的那一天 往前面推25天 他的累加报酬率 可以 就是宣告日那一天的话 可以达到2% 但是宣告日之后10天可以达到3.5% 年报 那第二名的话也不是 所以你第一名是上贵半导体 第一名的话是上市半导体 上市半导体 例如说 你就说宣告日那一天累加会到2% 对 然后再往后推10天 回到3.5% 那答案呼之一出 邓老师 那我们就4月那时候 因为年报都是4月15号 我记得你是不是4月15号 大概都是在3月到4月间 对啊 我们就那时候去买台积电 买半导体股票啊 通常都是在那段期间 5%耶 2%加3.5 那就5%快6%耶 对 那 那 我们说刚刚的上贵的那个股东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法 法说会 他都是付的 对 反而第二名 第二名 就是他的异常报酬 在25天 前面25天 开始累加 反而是上贵年报的宣告日 这个 这个也 也是非常奇特的 上贵年报 上贵年报的 那个 上贵公司 宣告日 前面25天 开始累加 几% 那大致上 他的百分比 是跟上市的半导体的宣告日 那一天是一模一样 那也不错 有2% 但是 之后呢 之后他 大致上就维持在2.2%到2.5%左右 后面就不会涨 后面就不会涨 所以 所以还是上市半导体好 对 还是上市半导体的 反而是上市的公司 他的年报宣告日 不见得会这么好 那这个就是 大致上就是 我把它将排序的 最差的 就是上市法说 对 那最佳的 那就是上市半导体的年报宣告日 那当然有 有听众朋友可能会认为是说 上市法说会 要怎么样子知道说 他在前面好几天 大概就知道 其实 在法规里面是没有规定说 上市上规要 要召开法说会 要在几天前 要公告 那当然那个 证交所 他是规定是说 他如果公司要召开法说会 至少要在前一天 对 所以这个 通常不会这样子赶 通常都大概差不多一两个礼拜 一两个礼拜 一两个礼拜就会宣布 如果正常的公司都会是这样子 大概差不多都有两周的时间 不会 一周我都觉得很赶 是啊 因为他们也要准备 像这种消息的话 我想 这个 媒体应该会事先知道 会啊会啊 其实我以前是在跑证券新闻的时候 我们就很早就会知道哪些公司要开法说会 对对对 新闻都可以查得到啊 当然这个 这个可能 可能有些公司的话会往后面 在地言宣 地言他去宣告这个日期啦 对 那当然有听众朋友也会认为是说 我刚刚用的这个 就是法说会召开的那一天 用的资料的话是他宣告 他要召开法说会的那一天来当做 那个零的基准点 所以因此如果我们往前面推推算的话 大致上他的就是 他的宣告日之后的话 整体而言的话 就是那个上贵股票还会再继续跌就对了 所以上贵的那个法说会似乎不是这么好 那当然我们法说会有一些规范 就是说法说会有一些 就是证交所有一些规定嘛 就是你要怎么样子去召开这个法说会啊 他都有一些规范 那例如说你要召开法说会的话 是不是应该就要在财报公布的那一天 或者是你要去公布财报 那当然法说会通常都是在季报啦 比方说第一季财报要在5月15号以前公布 那第二季的话是8月14号 那第三季的话是11月14号 这是就是截止日了 11月14号 11月14号 那年年的财报就是3月31号 这是最后一天了 就是公司法有规定 没公告就完蛋了 就惨了 对对对 那 那加公司就惨了 那金控业的话 因为他的那个就是就是他的算法会会比较不大一样 他的那个季报是就是5月30 8月31跟11月29 因为他比较特殊行业 所以金控业的话 他可以允许可以递演 那银行业的跟票 但是一般金控每个月都会公布英语 那是月的 月的英语 所以月的英语是隔月 就是下个月 没错 那个月底之前 但是这个月的 他说会自节啊 月的英语是不用不用会计签证 对啊 所以叫做自节 对对对 自节算 那银行的部分的话 第一季也是5月15号了 那第二季的话是8月31 那第三季的话是11月14号 那当然这个法说会的召开的话 当然是明年度开始 我们都可以把它打拼了 反正每一家你都要召开了 那当然这个法说会的话 他要不要公布非财务资讯的话 这个倒是非常有相关的 那当然我们就是切身关切的 当然财报外部的财 外部的分析师 我想应该已经把财报都分析过了 那最主要的就是说 公司他公布的财报 是不是跟分析师所预测的财报 这些误差到底差距大还是差距小 如果差距大的话 这个法说会应该开得比较有效果 如果差距小的话 基本上其实分析师他也是 这个一看到状况跟他预测一模一样的话 他应该也会写得非常差吧 我说你你召开法说会不就是要有surprise吗 对对对就是你要超出预期啊 对一定要超出预期嘛 那再来就是说 透过法说会基本上是要去解读说 外在环境对我这一家公司 到底有什么误解吗 那如果没有再一次厘清的话 或者是说像有一些董事长的话 法说会一问三不知 或者要不然就一问全部都不答 那就很类似股东大会 那像类似这样子的话 大概对股价可能都不甚很好 这是大概我们就这些环境来评估说 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去参加法说会 那是不可行的 但是证交所规定 就是你法说会之后 你要把他的影音档 全部放在证交所的 那个证交所的网站上面 所以所有听众朋友应该都可以 看到他法说会的内容 就到证交所 对就到证交所网站去看 那这个当然就是证交所 有规定的这些做法 那当然 资讯公开揭露 对对对 那这个资讯的话是 当然就是有 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过 就是当然现在也有公布 就是在公司治理的评鉴上面 那上规公司的话 是否有每年召开两次法人说明会 他有列入评鉴指标 那一些比方说半导体的话 他是一年都四次都有 都有符合他的指标 那指标如果越加的话 公司治理的那个分数就越高 就越高 现在有那个公司治理的基金 而且也有他编制那个好的公司治理的指数 就是用那个被列入那个指数里面 就是用那个公司治理的指数如果越高的话 就纳入他的基金的投资标的 那这个其实在上市上规公司里面 他应该也会知道说 你的股票有没有被买走啊 那当然他就要 就要去强调说 他的公司治理是非常好的 对啊 这形象嘛 公司形象 对 那其他的大概 呃 法说会的 我们大概都可以确定是说 反正上规的要注意就对了 所以刚刚段老师这样讲完 听众朋友 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 我是有个心得 因为年报是3月31号 全部要揭露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呃 年报的揭露 这段时间 上市的半导体股票的 异常报酬是最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 从从3月初 我们就开始买半导体股啊 上市的啊 台积电啊 这些股票 但是最主要还是台积电啊 3月一直一直报到5月啊 这段时间你肯定赚啊 对不对 就是就是这个年报效应啊 是是是 但是呃 这边要解释一下 就是呃 我想一般的大众 还是不晓得公司何时 要宣告说 我要公布财报 对 宣告啊 不是公布财报啊 哦 宣告 是宣告啊 那这个宣告日的话 通常财报 如果有法说会的话 都会在法术会里 顺便公告 一般法说会 我记得都是 季报 在 对对季报啊 就是季报 不是财报啊 对不是年报的 那个 年报好像就是 他自己发布了 就没有没有 没有什么会 什么法 法术会没有什么 对对对 他就自己上网发布了 所以他自己发布的 那个日期的话是 没有宣告的 没有 没有所谓的就是 他爽就好啊 对 反正就在3月31号之前 哪一天他爽就好 对 鸿海都是拖到最后一天 通常有时候 鸿海都是最后 有时候我们还会 就是从媒体 大概可以搜寻得到 如果说你要事先知道 说这家公司 他何时要宣布 那个财报 记者会去问嘛 是 记者会打去问 那个发言人 发言人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要要要要发布年报啊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做这种事后的研究的话是把比方说他宣告日期是是将以前媒体或者是有一些资讯出来他何时宣告那个财报的话 我们把他抓下来去反推去看说 有这个现象出现这样 那当然这些似乎啊 似乎讯息是有外溢啊 这个股票市场讯息没有外溢大概我想我们现在听众朋友10个里面有10个不会相信吧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蓝木华 可能听众朋友刚听完第一段就想说那段老师你到底怎么研究出来这样子的结果 就是段老师刚在广告期间有跟我解释了 他是事件研究法在台股非效率市场是有效的 这个还是请段老师来说明一下 就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您刚刚讲的这个事件研究是怎么样去把模型做出来 那一般事件研究法的话是要有对应的变数 那当然主要变数就是那家公司的报酬率这样 那如果你这家公司的报酬率 我们可以当做说事后的报酬率就是真实报酬率 那如果事前还没发生呢 例如说我们要预测明天台积电的报酬率 那要怎么算 那我们就把今天往前面去推100天 那这100天去跑一条线性模型这样 就看他走势怎么样 看他走势怎么样 明天的几率就出来了 那看他的走势就很类似技术分析了 就是画一条线这样 那这条线的话是对应 例如说你是上市的 那我们就用那个加权补价指数的报酬率 两者去对应画一条线这样 那因为你你这两股票一定是在台湾交易 那又是上市的股票 那用的是加权股价指数 这个才是有一个benchmark的基准 那我们用今天开始往前面推 那去模拟出台积电明天 他的股价会多少这样 但是我们模拟又不模拟股价 为什么因为之前一直在强调 就是投资人其实care的是报酬率 他关心的是报酬率 而不是关心股价 那当然涨跌几%比较重要 那我们把这个报酬率 算一个预期的报酬率 那不管是不是事后或者是事前 我们都当做已经事后了 你现在今天也有台积电的真实报酬率 那也有一个预你的报酬率 他跟大盘对应的预你报酬率 当如果台积电的今天实际上的报酬率 是超过我们昨天以前算的 预期报酬率的话 那他的报酬率我们就可以称得上是 他有一个异常 那这个如果他在上面 那他的异常报酬率就是正的 他如果在下面 那这个异常报酬率就是负的 那我们把这个跟对应我们这个模型的 那对应出来的那个价差 这个价差是报酬率差了 把它画一个曲线 那这个就是累积的报酬率 异常的累积报酬率的图形 那其实这个是有一个学理的依据 那大概学界都会接受这个事件研究法 只是说你用的模型 有些人用的模型是非常复杂的 其实在台湾大概最简单模型都是有用的 就是有很多的学者都用什么 哇 掏了好多模型 让人家看不懂 就像沐华我之前跟你讲了 为什么选择权会这么难 因为太多人看不懂模型 因为太多人看不懂模型的话 经典的文章以前要去投那个 Top1的一个期刊 结果都被拒绝 这是大概每个老师大概都知道的 因为期刊的评设也看不太懂 对对 所以我说那个选择权评价模型 他那篇文章的话非常经典 那非常经典的话 布莱克修斯 对 那他到底是登了那个期刊以后 那个期刊变有名呢 还是那个期刊原本有名 他去登的 这个有点奇特 这个就是有点刚好颠倒 那这个是 布莱克修斯这两个人是 Black Shoes 这两个人是奇葩 对 你看他可以把五个定价的原则 变成是选择权的定价公式 这是很厉害 他们用的公式啊 是用那个物理学 对他们是物理学家 他们是用物理学的那个什么 热燃气的啦 对 假设 这个非常复杂 那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同学啊 现在都不理这一套了 因为头脑现在都变得非常简单 因为有网路嘛 那我们简单讲一下 其实他的理论是非常简单 就是假设 太空人在地球上面 都不晓得自己下一步 会瞪在月球的哪一个点 这个是就是他的物理学的定义嘛 对啊 因为你在月球上没有重力的情况下 你跳起来他都飘很远 对 你根本不知道你落下去是哪里啊 所以我想每一个念 大概财经在选择权上面的同学的话 你应该有听过随机模型啊 是 那这个随机模型的话 就是从物理学那边引过来的 如果弄了一套好复杂的这个模型 那再转来转过去 再来转置矩阵啊 那通常如果学生现在听到有矩阵 哇都投降了 干脆都不写了 那似乎是看到看到现在的趋势是这样子 董老师我都不管这些啦 我只管赚钱还赔钱 是啊是啊 下下去就知道了 对对对 一般两叹研 对 下下去就知道你的扣跟put赚钱还赔钱 是 所以我是认为是说 大概事件研究法的话 在台湾大概用最简单的模型 应该都跟最复杂的模型 所呈现出来的结果 最后都是一样的 可是事件 事件研究法还要看他市场本身的 效率情况 是是是 这个可能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那当然就是说事件研究法的话 那我们在市场上面大概有分的 就是说 这个市场是属于弱势效率市场 还是半强势效率市场 还是这个强势效率市场 对 那你在验证这个市场是不是有效率 那通常都要从最底层开始验 那这个市场是不是弱势 那如果是弱势的话 我跟你说 就是比方说我们画一条曲线 第一天在下面 第二天在上面 第二第三天在下面 第四天在上面 那木槃你把这个 这几个点把它连接起来 是不是有个规律 对 那有个规律的话 那他是不是弱势 那绝对是弱势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只要去验证 今天的股票往前面推 推个几天 看他是不是随机的 Random 那他就是弱势 Random Walker 如果不是非随机 那他就是弱势效率市场 那台股并非这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如果是今天是在下面 就是平均线的下面 那明天是在上面 那岂不是台积电今天如果涨的话 那明天一定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有一个规律的 那有个规律的话就是会被拆到 那会被拆到的话 他一定是非效率非常弱 那台股绝对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要再进一步去验证说 这台股是不是这个半强势 那半强势最多人用的就是说 他有一个就是讯息会外溢 他讯息如果会外溢 那股票就会反应 那是讯息会外溢 股票竟然可以在讯息外溢的那个点去反应的话 那似乎他也不是弱势啊 那他也不是强势 那就介于弱势跟强势之间的半强势效率市场这样 那这个是世界研究法里面可以验证 半强势效率市场的 那似乎看起来我们台湾的几个法说会都有这个效果啦 那当然就是这个也是可以间接去验证说台湾的集中市场跟柜台市场 他是弱 半强势效率市场这样 了解 我们应该我们的股市是属于半强势了 对对对 就是说呃就外溢的消息多少还会影响到股价 对所以呃有很多听众分享可能不大清楚是什么是弱势 其实如果如果这个市场是属于弱势的话 那就是所谓的技术分析是无效的 就是我们一般讲那个漫步华尔街那本书写的写的那个random work 随机漫步嘛 就是说股票市场的下一分钟到底要涨还点 你根本不可能猜到的 是啊 他就是是随机随机漫步random work 所以他就是弱势市场的 对 所以所以漫步华尔街那本书他就讲说那个什么技术分析 根本就是bullshit 狗屁啊 所以所以就是学界也是也是一样 就是因为学校是不大可能会去教技术分析的 那基本上都是教教基本分析 基本分析 教材报啊这些的 对所以市场上面你会看到 书上叫做盘石理论 就是书本比方说天下文化杂志啊 那些杂志他所登的都是技术分析啊 对 那学界的一些课本教的都是基本分析 可是一般投资人喜欢看技术分析啊 投资人会非常喜欢因为是有效 因为可以赚钱 就像那个以前大家乐大家还拆牌啊 对 乐透也还拆牌 乐透这种完全随机的东西 你还可以说我看以前那个开的牌 然后我去推演出来外来的牌 是啊是啊 这个其实也是技术分析的一种 这也是技术分析 就像你去那个玩百家乐 百家乐 那个什么潮州路大路小路 是是 你说开庄开弦这种东西根本就是random walk啊 那哪来什么潮州路大路小路还什么路呢 不可能啊 对不对 从前面开的庄弦去看后面到底要开哪一个 但是大家都喜欢去还是喜欢去学这种东西啊 对 觉得这种东西还是有有趣啊 当然这个技术分析是可以让投资人赚钱的话 那代表这个市场就是非效率性嘛 所以我们之前之前也有介绍过就是 所有全球的证券市场不可能是完全效率的 如果是完全效率的话 那个国家证券市场是开不起来的 崩溃 绝对会崩溃 因为没有投资人会进场 就是完全内线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完全内线的话 那这个内线永远也抓不完 有没有内线 我讲实话肯定有 对不对 但是你说每个公司都有内线吗 那我们也不要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这也不公平 我觉得像台积电 很多很好的公司 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内线的啦 不会的啦 如果 但是会不会还是有一些消息走漏出来 就像今天啊 远雄那个弊案出来 你不是有一个连政署的那个官员 对对 他意外泄密嘛 说要去搜索赵腾雄 结果呢 他这个议员就去打听说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 他的同学好像是在阵风处 然后他就跟他同学讲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同学去问他 他说你怎么知道 那同学同学是议员拖来问的啊 因为有消息走漏出来 他就说他就截图啊 截内截图说 长官说这个消息就这样消息就走漏出去了 是啊是啊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内线 对内线 但你说这个是不是真实 他自己想要泄露 后来他 后来这个 这个连政署的官员被认定他是无意泄露了 他只是因为同学来打听 他哪知道他同学背后 背后是远雄关系人 他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段老师所讲的 这是所谓的内线 是是是是 好我们最后一段要来谈的鼓励税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丹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 段昌文博士 那段老师刚刚谈的法说会内容非常有趣 提供听有没有参考 这些统计的结果 不见得一定 这个未来会这样发展 但是呢 我们可以经由这些统计啊 经由过去的经验 找出一定的脉络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一段要来谈鼓励税 这个鼓励所得科税新制才已案 这已经确定了 这已案呢 呃是有两个报税的方法 这个要请段老师来跟我们做说明 这个段老师 呃这两个一个是分离科税 一个是合并计税 对对对 那我们从所谓的 我们今年拍板定案的 其实还有配套 对 配套的话 我是觉得公司不晓 有没有办法接受了 其实就是他的第一个是鼓励所得税 是二折一嘛 那二折一的话 一个是分离科税嘛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 啊就是 合并计税 扣底是8.5% 对 那为什么用8.5% 对 这个想必就是现在的因所税是17% 对 那问题是今年适用 跟去年适用的是 折底减半啊 嗯 那不是17除以2 嗯 那17除以2是8.5 嗯 这个就就就去算法说 我们要去啊这个这个鼓励的散户或者是鼓励外资或者是鼓励所谓的法人哦去去去去承接这些鼓励是我是觉得是没有什么效果了哦那当然啊我们在呃爆章杂志上面应该听众朋友应该也有看到一些例如说啊他有射算出来的那些比方说大户或者是小户哦对他到底在拍板定案的明年在报税的这个阶段 到底是不是呃可以减到税了哦这是应该是我们小股民是比较比较关心的哦那其实他呃应该应该要这么说哦就是他还有一个配套哦那听说配套就是营锁税要提高到20%啊对啊就加3%对加3%因为那个会有税损嘛哦那另外一个还有个税哦就保留营益税啊就减到5%哦对10%减到5%哦那当然我们折底8.5% 如果折半折啊折这个鼓励所得税8.5%的鼓励扣底税额是采取合并计税的了哎是啊是啊但是分离的话是26%但是问题是哦呃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啊不大清楚说呃我们拿到的那个单子上面哦有一个有一个就是总额那有一个是进额鼓励的进额一个是鼓励的总额对但问题是哦有一些上市上位公司的话 他的啊营锁税啊不见得是17%也不见得是更改之后的20%嗯那你会看到有一些比方说啊半导体业者或是高科技业者哦你的折底率啊会是很低啊嗯哦那例如说鼓励扣底率对就是鼓励的那个扣底率啊 那他有很多的那个奖励优惠的措施啊所以他就叫很少税啊那这个影响的话大致上我们把它啊就是排版是8.5的扣底额而且8.5他有一个上限哎他上限是8万块最多只能报8万块对8.5只是那个趴数你超过8万块你也只能报8万对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内资哦啊内资万内啊内资法人话目前是完全是不克不克税了嗯 哦那外资的话是听说要调到21%嗯哦那这个到底还没有啊这个是还没有定案的哦当然所得税的最高级距的话要降到40%啊对哦那影所税就是调高到20%哦那我们看其他国家好了哦其他国家的个人鼓励个人税是鼓励的部分哦韩国的话是分离嗯分离14%哦嗯那他依照法人的如果法人是依照14%比我们低很多哎 对我们是分离是25%我们待会可以假设一摄算一下我们的鼓励的大概如果以45%啊45%就是啊所得税去换算的话大概我们的净利啊净所得税就是光鼓励的话大概30%啦哦那如果以依照韩国来看的话他的鼓励的话是分离克税是14%那对法人的话是依照不同比例来克他的鼓励所得税的哦那原则上似乎是免税了哦那 那香港的部分是完全免税哦那日本的部分的话是个人持股在30%以下的股东他的鼓励才分离克税税率是20%哦也比我们低对那美国美国是预扣的嗯那预扣就是对于这个美国企业是预扣但是对非美国企业则不克税哦哦那当然有很多人会认为是说哎这个美国有没有外资在美国开公司有啊那在到美国开公司的话 他发鼓励的话是不克税的嗯那如果是当地local的美国的公司的话嗯他是要先预扣30%哦对那针对外资来看哦就是当地国家的外资哦台湾的话对外资是克20%嗯鼓励啊鼓励哦那韩国也是20香港免税嗯日本的话是非上市的是20%哦那上市的是15%美国是克到30%嗯哦那当然这是针对外资来看哦 嗯那我们可以从比方说了哦就是从某一个啊这个报章杂志他他有去设算哦那他设算的比率的话他是用17%去算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了哦哎这家公司赚了100块嗯那他赚了100块的话如果依照现在的税制来看的话17%哦那他有盈余是8就净利是83因为他扣除掉13以后 扣掉17块是不是变83块嘛哦那83块的话我看到某一个网站上面就是好像在在在讨论比方说要要降到多少或者是升到多少的那个那个鼓励税的话那是某立委的的的的网站哦他这样算了哦就说依照最高的税制是45%的千万大户哦所以83元只剩下55%吗嗯不对啊怎么对呢 因为你的税制不是不是83块啊嗯你的税制应该是100块没错那100块的话我们去算我们的我们的啊45%我们要缴45块对缴45块的话如果说是17%的话哦折半折底那折半折底的话是不是8.5对那你如果要缴45块那再减掉8.5嗯那你的税等同什么等同是是45块嗯 嗯嗯再减掉8.5对这是37.5啊对哦呃呃呃大概37左右了哦那当然这个这个算法的话是听众朋友应该要把税机先回算回来嗯那折底才有用啊嗯哦那他算出来的哦哦他他似乎算出来说我们的啊这个啊这个鼓励啊鼓励的实值税负啊是34.75嗯对 他把83块钱减掉54.15 那这个也是错的 那再除以原始的 就是83块税机 他认为他的税机是83块 这个也是错的 他算出来结果税机 大概税率大概就是34.75% 那我们把它 好我们讲不完 我们下个礼拜三 我们再继续请 感谢观看